要对中国加征三倍关税 让基础工业重返美国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 美国就时不时地针对中国各领域的贸易关口 进行限制把控 直接导致了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关系直线下滑 而在最近参加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工会演讲时 美国总统拜登又再次对着中国出手了 面对着台下一众钢铁行业的工人 拜登扬言要对中国的钢铝产品加征三倍关税 众所周知 中美两国都是钢铁制造业的大国 双方针对这一领域有着极为深度的合作 如今拜登拿钢铁行业开刀 是否象征着中美的贸易竞争局势再度升级了 老实说 这一动作在拜登政府期间还真是头一遭 虽然自从拜登上任以来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没完全停下来 但至少没见什么大动作 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出 真让人觉得有点意外 拜登这么做的原因 看起来主要是觉得中国的钢铁太便宜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 所以就以较低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销售 第二 中国给本国的钢铁公司提供了不少的补贴 让这些钢材的价格更低 所以 在拜登看来 美国现在加征关税 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人的利益 避免这种不公平竞争 而且为了这次关税能实行的彻底 美方还计划派人到墨西哥去 试图和墨西哥合作 防止中国绕过新设的高关税 通过墨西哥把钢铝输送到美国 说到底 这就是又一场政治戏码 事实上 据美钢鞋数据显示 我国仅为美国钢铁进口的第七大来源国 而自华进口钢铁 仅满足美总需的0.6% 尚不足1% 故此番 拜登拟实施三倍关税措施 实际上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动机 针对中国的意味颇为明显 现阶段 该举措的执行时机 似乎经过慎重考虑 现在正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 拜登在宾州的匹兹堡宣布这一决策 可能是想在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 竞争对手特朗普在纽约忙着出庭 拜登或许是想利用这个空窗期 展示他的决心和力度 希望能够赢得更多选票 另一方面 这次加征关税也可能是配合财政部长耶伦的动作 耶伦曾经批评过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 说这对美国构成不公平竞争 所以现在拜登这么做 似乎也是想借此给中国施压 希望中国在贸易上能做出让步 不过老实说 美国这一出其实对中国的实际影响有限 因为中国的钢铁产品如果真的被关税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对中国的总体影响其实并不大 但是通过这样的政策 美国内部的一些行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毕竟加征关税意味着进口成本的增加 最终可能会传导到普通消费者身上 中国不主动挑起争端 但绝不会被威胁吓倒 因此在美国持续不断的挑战面前 中方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以启动应对机制 有利回应美方的不良行为 拜登决定对中国钢铝产品加征三倍以上的关税 这一动作明显是为了大选拉票 这政策一出 没等24小时 中国就来了个强硬回应 对美国的饼酸采取了反倾销措施 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对美国挑衅的直接回击 美国的饼酸在中国市场占有大约30%的份额 这个数字不小 中国这次的反倾销措施 要求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饼酸企业 需缴纳高达43.5%的保证金 这对美国制造商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该战略决策的时机与力度 充分表明中国对待贸易战的认真严谨和战略性考量 饼酸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化学 制药及食品行业的精细化学品 中国市场广阔且潜力巨大 此番关税提升无疑对煤企构成实质性冲击 这种鲜明的对抗策略体现出 我国在维护权益方面的坚决与果断 更需关注的是 这轮反击行动乃是我国深思熟虑的结果 远在去年7月22日 我们已对美国饼酸启动为期一年的反倾销调查 可见中国早已做好准备 等待拜登政府自投罗网 而且中国并没有就此停步 从粮食进口的数据看 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其进口策略 减少对美国粮食的依赖 转而增加从巴西等国的大豆和玉米进口 今年前两个月 中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年增长率达到了211% 玉米也增长了178% 此举既是对美方挑衅的有利回击 也是我国未雨绸缪 应对潜在中美经济脱钩局面的必要举措 运用多元化进口策略 有助于降低我方贸易受制于美的可能性 从而实现自保 然而美国试图摆脱对华依赖 并施加贸易壁垒 限制我国商品入境 对此我国需坚决予以应对 中国的这一系列行动 表明它在国际贸易中的策略 逐渐转向更加主动和灵活 对于美国来说 这场贸易战的升级 可能会给自身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未稳的情况下 加征高额关税 可能会损害美国内部消费者的利益 提高生活成本 影响经济恢复的步伐 而中国的强势反击 也给美国一个清晰的信号 中方不会轻易让步 也不会在无休止的挑衅面前保持沉默 如今的中国 早就已经今非昔比 不管是基础制造业 还是高精尖工业 我们都有着自主研发创新的能力 而美国执拗地与中国进行竞争 只会给自己带去无尽的麻烦 拜登可能原本以为 通过这样的高压政策 可以迫使中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 但事实上 中国的反应却是更加坚定和强硬的对抗姿态 中国的贸易策略 一直是强调互利共赢 但对于明显的不公平对待 中国显然也是有备应对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这种策略是一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拜登的政策可能本意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 特别是钢体行业 不过从长远来看 这种单边的高关税政策 可能会伤害到美国消费者 和其他依赖进口钢铝的产业 最终反噬美国自己的经济 而中国的快速反击 则让拜登的政策显得有些走火入魔 通过提高关税来赢得民心和选票 可能看起来是个短期策略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政策只会使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孤立 此外 这种策略很可能激化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使双方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中国对美国秉酸的反倾销措施 不仅是对拜登关税政策的直接回应 也是在全球舞台上 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有力挑战 中国的行动传递出明确的信号 任何试图压迫或利用关税手段 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 都将遭到坚决而有力的反击 这一轮对峙 不仅仅是关税的数字游戏 它还关乎到全球贸易的公平性和多边体系的稳定性 拜登的政策虽然试图聚焦于保护本国工业 但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 任何国家都难以孤立地发展经济 此种政策恐损及美企与消费者利益 因高关税将抬升美国用户的构价 并削减市场竞争优势 有关美国行业所受损失则无需牵扯至中国 展望全局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能赢得政客短期支持 然而长远而言 这对全球经济的健全发展并无益处 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通过提高关税障碍 虽能临时保护某些本国产业 但是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合作 将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总之 拜登政府的这次政策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得分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 可能对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造成伤害 而且还可能破坏与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相比之下 中国的快速且有力的反击 不仅展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 也提醒了全球经济中的其他国家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合作与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